哈喽,大家好,我是OY,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点话的感受 今天是Paramashiva2这个课程的第二天 那今天是周六,所以我非常幸运的家里人可以帮我看一下小孩 那我可以安安心心的打坐,接受大师的点话 那我感觉今天的身体的感受非常非常的强烈啊 第一个就是我的那个Root Chakra 我之前接受过一级点话和二级点话 那个时候呢,大师帮我的Condorini打开了 那当时点话的感受就是台底轮就像冒泡嘟嘟嘟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 就我打坐的时候从来那个海底轮就是没有感觉 我就感觉特别弱,我那个轮下面呢 所以一级点话二级点的话的时候 大师帮我打开了,但是当时感受是蹦蹦蹦这样子的 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是非常强烈的抖动 就这样子在抖 就是从一个感受到了一个身体的身体的那个强度 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intense这个感受 那第二个就是我就从Chakra然后往上Groof Chakra然后往上几个脉轮就去观想嘛 在点话的时候,然后其他几个脉轮他也是跟着那个台底轮有这样子的抖动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之前没有那么强,之前我所有的那个Chakra都是转动或者晃动的感觉 没有就这样子抖动的感觉 就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 今天老师让我把琳卡放在头顶上嘛 我没有听懂翻文 然后我就呢,我打坐我就放在那个海底轮 那我想放哪里都一样嘛,对吧,总是有用的 然后呢,我就感觉,嗯,头顶这边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就是能量的感觉 我想嗯,好像是不是应该放头顶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我看了一下同修,他们放头上,那我再赶紧放到头上去 嗯,然后头顶这个能量的感受今天是非常强的 以前点话的时候,嗯,没有感受过好像不记得有感受过头顶这个Chrome Chakra的感觉 嗯,今天特别明显,而且我听到里面有蹦蹦蹦气泡爆裂的声音 这个我平时打坐念大悲咒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要就是念很多遍就是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会有这种 但是今天就是就坐在这,但是点话就有这种声音 我挺有劲的,然后我好像还听到了水滴的声音 这个,嗯,我第一次听到,但是呢不是那么确定 但是好像是,应该是应该有那个水滴的滴滴这种 嗯,那第三个就是第三眼,在某一个时刻非常有强烈的感受 嗯,我相信第三眼,这边大家很多都有感受 嗯,那我的经验就是,嗯,我不是每一次点话都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和你当时能不能完全静下心来,或者,嗯,就不是每次都会有很强烈的感受 但是呢,我觉得每次点话,不管我有没有身体上的很强烈的感受 我相信,大师把他的工作,把他的能量都已经完成了在我们身上 因为之后你在,嗯,点话之后的打坐啊,或者修行 你会感觉到你身体的一个提升,嗯,就比如之前的一级二级点话 嗯,二级点话的时候,其实一级点话我挺有感觉那一天 第二天,二级点话我有点感觉,但又是好像,就不一定那么强烈啊,就感觉,嗯 但是之后回去我就感觉,再打坐,我就感觉 明显感到我的空多灵力是被打开了,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对,好,希望我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